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念头 你快说嘛 好不好看 女人剃光头怎么会好看呢 你就老土了吧 女人剃了光头 未见得不好看 挺酷的 那你把头给剃了吧 同意了啊 你剃的头啊 你就嫁不出去了 我才不要嫁呢 我呀 还要剃度出家呢 你这孩子 心里有病啊 来来来 去吃饭 去吃饭 你妈 你先吃 你先吃 我马上就来啊 剑破啊 然然最近状况非常不好 她怎么了 前两天她老是在哭 问她也不说 今天状况更糟糕了 忽然跟我说 要把头剃光 还问我 剃了头会不会比较漂亮 是吗 又说 这辈子都不想嫁人了 干脆剃光头算了 简破 你老实告诉我 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 小阿姨 我可以跟你保证 我跟然然没有吵架 那她情绪为什么那么反常呢 剃光头出家的念头又打哪来的 我不知道 我看哪 八成还是因为你 小阿姨 你误会了 真的不是我的关系 好 那你今天就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嗯 你跟然然到底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这个 你不要吞吞吐吐的了 然然有什么不好的 你们从小一块长大 感情肯定没有问题 你听我的 不要再拖了 就在十一长假 把婚礼给办了 怎么样 姨妈 干嘛去了 好几个电话找你呢 我去找简波 找人干嘛 我给他下最后通牒 十月一号不结婚就算了 姨妈 你不急我急啊 姨妈 我挑明了跟你说啊 即便是简波给我求婚 我也不会嫁给他 肯定不会 你疯了你 姨妈 我今天要很远速给你盘子 坐好了 姨妈 我跟简波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哎呀好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青梅竹满了 两脚无猜了 是吧 但是我们长大了 我们的脚下都有自己的路 我们彼此之间已经变得很陌生了 他不理解我 我更不理解他 他呢喜欢的是艺术 而且我相信 早晚有一天 他还会回到那个艺术的世界里边 可是我对这玩意儿是一窍不通啊 我不可能进入那个虚无缥缈的世界的 你知道我向来对艺术家是近而远之的 他的那些作品在我的眼里边看来 你知道是什么吗 破铜烂铁 姨妈 我跟简波是好朋友 以前是 现在是将来永远都会是 但是我不会嫁给他 真的 我心目中的男人啊 不是简波 肯定不是 那你要嫁给什么样的人呢 起码他得爱我 我呢 是他的唯一选择 还有呢 我们要有共同的话题 共同的价值观 共同对未来的设计 最主要的是 他必须和我一样 在商业上有野心 而且是 没有止境的野心 住口 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野心家了 哦 一定是那个光头马助理 教坏了你了 是不是 马助理怎么会是野心家啊 他怎么不是野心家啊 他要不是一个野心家 怎么会一夜之间 从个小花匠 变成总经理的助理了 哦 你要替光头一定是受他的影响 要变成一个情侣头啊 是啊 我是挺喜欢买助理的 而且我还追求过他呢 但是 不会嫁给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女人 他是个女的 他做病性手术了 什么呀 他一直就是个女人 让我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他是个百分千百的女人 这些孩子怎么回事啊 性别又不是感情 怎么可以变来变去的呢 单肩待遗 是柔应该找过我了 又说了你和然然的婚事 哦 对你有一个要求 我想在我还没有完全痴呆之前 参加你的婚礼 最好还能让我抱抱孙子 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 爸 快吃饭吧 菜都凉了 我吃不下 这是我早就帮你准备好的 快把它送出去吧 好 好 喂 然然 简薄 然然 你姨妈来找过我 我知道 她希望我们早点结婚 我爸也是这个意思 她还希望 趁她还清醒 可以参加我们俩的婚礼 看来你压力很大吗 然然 嫁给我吧 我再说一遍 嫁给我吧 你笑什么 简薄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 那这么说 你是正式给我求婚了 当然是 我那天给我姨妈说 我们从小亲为竹马 我们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 而且我们一辈子都会做很好的朋友 其实我也曾经憧憬过 有一天能够做你的新娘 但是经过了这一系列事情之后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不能嫁给你 否则的话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还问我为什么 那我问你简薄 你真的爱我吗 你是因为爱我 才要和我结婚的吗 好了 还是我来说吧 其实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身边的朋友 包括你的家人和我的家人 都认为 我们应该在一起 也承认了我们的关系 其实我也知道 现在你的家人和你的公司 都非常非常的需要我 但是简薄我认为 婚姻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很谢谢你 今天很认真的跟我求婚 至少 你让我找回了一些自尊 你满足我的虚心 至少我觉得 我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女人了 女人已经跟我求婚了 但是简薄 我不应该自欺欺人的 你的心里还有别人 只是你不敢正视而已 我不叫你来说什么 我在说何秀 然然 我今天是来跟你求婚的 你不觉得何秀很合适你吗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谈她 何秀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 连我这个局外人都看得出来 她以一种 怪诞的方式 那么执着地留在你的身边 那是因为她非常非常的爱你 她为你付出 为你改变 为你牺牲 那么那么多 而且 你在很多方面你也离不开她 对不对 简薄 你为什么还要去拒绝 你为什么不听见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呢 其实 我应该恨她才对 前段时间 我一直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值得我信赖的男人 他骗了我 骗了我们大家 但是简薄 我一点都不恨她 真的 我甚至还有一些欣赏和崇拜她 如果她真的是男人的话 那我一定飞她抹驾 如果我换的是你 那我一定飞她抹驱 去找她吧 把这个 带在她的手上 她的手上 可不可以 她的手上 我只能让她去 其实这些花 每一盆都是有含义的 你看这棵黄色的 它叫文心兰 它的这个花板很有意思 像不像穿了裙子 在跳舞的小姐孩 比如说这盆 它叫蝴蝶兰 娇嫩高贵 它象征着纯洁的爱情 来了 干嘛这么看着我 现在不认识了 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一直在睡觉 睡得我昏天黑地 没事的时候 就去水桶的发廊帮帮忙 你知道吗 我现在突然发现 我对做头发还蛮有兴趣 而且还很有悟性 已经学会做好几种发型了 你的头发 每天我也帮你设计设计吧 现在一点型都没有 你倒是挺悠闲的 你呢 还好吗 董事会什么时候就要开呢 明天就开了 我们会再次讨论 习习公司的事 你要怎么办呢 我本来就想 在董事会上面 提供那些证据 让他们来决定 该怎么处理习康 应该这么做的 可是我下不了你的决心 为什么 我担心 担心什么 我担心西康 会当众把你的事情说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一点都不想让你出丑 你已经吃了这么多苦 我真的不愿意让你再吃 不用有这些顾虑的 出丑了 现在对于我来说 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有这个承受力的 那我利息董事会吧 搜集证据始作俑者是我 现在把证据拿出来 也应该由我来完成 你真的想这么做 我愿意这么做 我愿意这么做 喂 我上初中的时候呢 写过一篇作文 其实应该算是同块 我呢 替天行道 手持利剑 踏云而来 降至人间 把那些坏人吓得 全部再瑟瑟发抖 他们全部要祈求我的宽恕 当然了 我是一定会宽恕他们的 但是 我恶作剧的剑指胯下 告诉他们说 想要活命吗 就必须要从这儿爬过去 你知道后来 这篇作文 老师的批语是什么 那肯定是夸奖你了 说你有英雄情节 老师说 你这是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 革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放心吧 这个任务我一定会完成好的 忘记还有明天 这一刻太起头 终于发现 其实那不再是你的假动作 相信一切已经决定 我不会再有心痛的感觉 相信一切已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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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再有心痛的感觉 相信一切正在来临 我要重新但是拥抱世界 张副总 不知怎么搞的 我心里老是觉得慌慌的 说什么 你说明天董事会不会通过吧 放心好了 我告诉你 我都已经一半访过他们了 我可以告诉你 董事们我都已经摆平了 太好了 不过嘛 我总感觉到这件事啊 好像太顺利一些 怎么了 你们看啊 简伯这两天碰见我都不提那事啊 他不是一直举棋不定吗 按理说应该跟我继续讨论 可是他见到我都不提了 好像就没有这回事一样 还有那个马赫 马赫怎么 这个人啊 实际上我最放心不下 叔啊 我认为马赫这边 您大可不必担心 为什么 他吧 还是挺好说话的 前两天我跟他谈过两次话 我认为 马赫不会再给咱们造成障碍了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 我可把话说白了 如果马赫那人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可要拿你试问 叔 你尽管放心 那好 祝我们心想事成 对 心想事成 请坐 各位请坐 今天我们召开这个董事会的目的 相信各位都很清楚 只有一个 就是西部公司卖和不卖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西部分公司的主管 西康先生也到了 他会为各位陈述他的方案 秦秘书会担任我们的会议记录 那么接下来开始吧 秦刚请 谢谢建总 各位董事 大家好 关于西部公司的方案 其实我在两周前 都已经交到处备省上了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已经都看过 下面呢 我就想做进一步的补充与说明 你捕什么呀 紧张的 你活该 简波就不能说了 非要你去 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件事情捅出去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回头上了法庭 还是由我来对付 你说 简波怎么能处理掉这些事情 这倒也是 哎呀 你怎么了 坏了 我好像想要拉肚子 我要去洗手间 一紧张就会这样 你就快去吧 那 但你说我现在 是去女用还是男用 我眼睛别废话了 男用 不行 我现在去男用 心里有障碍 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哎呀 你前些日子 不是静静叔叔挺自在的吗 快去吧 好 不行 我现在身份已经转换了 我还是得去女用 那就你用 走 你去帮我把门开 你去帮我把门开 那种 我把门开 就很难 我的陈述完毕了 我是希望各位董事 能够大力的支持我这个方案 谢谢 我觉得好像也只能这样吧 西部公司这么不死不活的拖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当年 监董事长进军西部的时候 我就提出过反对意见 当时呢 条件也不成熟 现在可好 你们都看到了 这代价惨重啊 我也赞同 但是价格上是不是在考虑下 我认为太低了 这个价钱上不是问题的 我们可以跟夏家再继续的协商 诸位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见的话 那我们就投票表决吧 钱总 你看看 那咱们就举手表决怎么样 投什么票 再等等再 太忙了 对不起 大家请耐心等一等 我有几句话想说 西康先生刚刚的陈述非常的精彩 但是据我所知 他的方案 事实上 有两套 他刚刚说的 和我们手上拿的是一套 但在他心里面 好像还有另外一套 金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别人不明白 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应该不会不明白吧 或者说 在幕后指使的人 应该最明白 简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并不是没有跟没有剧的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有个朋友 他手上握有一些证据想要呈现给董事会 相信大家会非常感兴趣 我不是跟你说 这里我认为您在缓着 都有意思 就是你 我们我们在缓着 都没有毛病 所以我们在缓着 你 他不会可能 男人 都没有 都没有 我看你了 各位董事大家好 在董事会投票之前 我希望大家能看一下我刚刚发过的这份材料 这是证据 西康先生手里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方案 并且这个方案正在实施当中 是西康先生偷偷卖掉了市操生态系列产品的配方 所得款项已经落入了他个人以及其他同伙的腰包 并且在西康先生掌管和运营西部公司的时候 曾经不止一次的通过各种途径 出卖公司的利益中饱私囊 各位董事 事情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西部公司如果继续存活下去 那么他们的行为将会败露 对西康先生来说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将西部公司彻底消失 西康先生 你对刚才说的有什么要辨解的吗 当然有话要说 各位董事 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 这个所谓的马赫 马助理 他是个女人 他是个会撒谎的女人 对啊 他说的女人 他说的女人 我说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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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西部公司的存亡问题 而不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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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好想一想 是不是这才优关我们的生死 西康 你也太疯了 重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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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重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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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吵起来了 他说了 说了 他都说了 说什么呢 说我是女人 女人 他全都说了 现在里面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是个女人了 去他呢 知道就知道怕什么呀 他本来就是女人 不怕 对吧 对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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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女人 我怕谁呀 怎么了 是厕所 他就 坐下 走 去 坐下 走 走 当初你不是跟我说 你没有女朋友吗 说 西康 你说 你跟马赫到底好了多少年 你说 这是大学里面的事情 你们到底结婚了没有 真的没有 我发誓 人将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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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听我 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大学生 我听你什么解释 你这个毕业三 我把你养肥了 你就人来坑我 就要和你老婆两个人来坑我 我没有人坑你 十八遍 别是个男人来坑我 我没有人坑你 真的没有人 没有人 你自己说 你听我这么说 你想扳倒我 不可能 答不是我的 我告诉你也好 告诉男人坑也好 办不到我 我敢不是我的 我怎么回事 快 走 走 滚 我看你 滚 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昨天电话里都已经说过了 就不要再说了 可是哥就是不放心的 别担心我哥 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是我自己不好看错的人 连累了你 连累了爸爸 连累了公司 这事不能怪你 我们大家都看走眼了 想开一点 就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教训吧 哥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说 能不能原谅他 他那么年轻 他那么年轻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要毁了他一辈子 到现在你还在为他着想 毕竟我爱过他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要去上课了 小心照顾你自己 有事给我打电话 自从工资的那次董事会之后 我哪里也不敢去 自从工资的那次董事会之后 我哪里也不敢去 自从工资的那次董事会之后 也不敢再去别的地方求职 只是在水桶的店里帮帮忙 但是我一直在关注着公司 为简薄担忧 希望他这个船长能把好多 安然躲过这次惊涛海浪 我真不敢相信 你还要脸来跟我说这个 你的那些理由都不是理由 对 你是为本公司付出过很多 不过那不代表你有资格做出这种事 人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我会尊重董事会的决议 我再向你声明一下 我是公司的大股东之一 我在公司拥有12%的股份 我听不懂你想说什么 你当然听不懂 你懂什么 我在打天下的时候 你还在抄尿布呢 不过简总经理 你听好了 你也有把柄捏在我的手里 你要是不仁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义 你想做什么 女的装成男的这种事 算是一种丑闻吧 我如果爆料给媒体 那检视公司的脸面 怕是要完蛋了 你还怎么和人家去谈生意啊 是不是你们检视公司的人 和人家谈生意之前 事先要出示性别证明 和染色体的报告 你真是太下流了 下流 还有关于你的父亲 一个痴呆的董事长 这算是一个社会话题了吧 这件事到现在还瞒着 如果我也给你捅出去呢 你这是在要挟我 你可以调查我 难道我就不能调查你吗 我知道你的事情还不止这些 我国内有人 国外也有人 英国方面给我来电话了 说是你那个所谓的什么商科硕士 完全都是骗局 你还是糊涂的好 你要是不糊涂 可就受大罪吧 我糊涂 谁说我糊涂 你才糊涂 好 我糊涂 你清醒 好了吧 当然清醒 清醒得很啊 好 你清醒 你清醒 我不跟你争了 那个西康怎么样了 你还记得他 我怎么会不记得 他不是还想当我的女婿吗 那个人不要再提了 要不是我把他弄到西部去 让他充分的表现表现 谁能看得出他的真面目 你这个事情做的对 不过你那个西部公司 大概也都赔上了吧 那也值 你说话就说话嘛 喊什么 啊 敢走了吗 你说西康啊 走了走了 那两个人呢 姓张的和姓刑的 那两个人还在那儿 简坡正在为这个事情拿不定主意呢 什么拿不定主意的 他们是公司元老啊 那个姓张的差不多当初跟你一起创业的吧 那要怎么的 公使公过使过 他这个人啊真是聪明过了头 你跟简坡说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要顾你太多了 你只要以公司的大局为重啊 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 我不会太为难你 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那部分 把我的个人股份兑现给你 当然 我曾经用过不名誉的手段弄了不少钱 但这些钱我一分钱没用 全部在我的银行卡上 你可以拿去 你去重新核算 多了 你给我 少了我补足你 至于副总经理的这个位置 我还想继续做下去 这个对你有好处不会有坏处 因为公司少不了 你能说少了我这个公司还会运转吗 不管怎么说 在生意场上 我张某人比你 还强那么一点点 当然 人生在世 谁都会犯错的 我有错 你也有错 但是关起门了 什么事情都好解决啊 把我逼急了 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好好想想 我的新闻 你是不是想说 是什么事 因为我逼急了 你重新闻 看到人员 我旁乐 你给你帮我 我现在能够 我明镜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感觉就像走在热情的沙漠 幸福在眼前一晃暖过 在每一个想你的夜晚 谁来拯救我 我幸福着被折磨着 来不及闪躲 在每一个美丽的夜晚 你来拯救我 我幸福着被快乐着 来不及闪躲 若不过是个匆匆来到的乘客 带上我被遗忘了 错过的末班车 我没有目的 也忘了要做什么 绝不能让你拯救我 在每一个想你的夜晚 谁来拯救我 我幸福着被折磨着 来不及闪躲 对每一个美丽的夜晚 你来拯救我 我幸福着被快乐着 来不及闪躲 我幸福着被你拯救我 你拯救我 你拯救我 我幸福着被远柜地霸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